不过最后还有一个地方可能要注意 你会发现现在状态 它还在筛选状态 一般我们如果要把筛选状态取消的话 通常会怎么样 再去按一下筛选 让它回 不然它现在还在筛选 感觉怪怪的 如果你要最完美的状态 最后再把筛选状态去掉 怎么去掉 其实非常简单 就直接怎么样 在切回去的下一行 你就打一个什么 其实就是这个 就这一行 不要后面的东西 意思就是说针对 针对这个范围 filter 意思就是按一下 不要带任何参数 意思就是取消筛选的意思 执行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状态 它就又恢复了 只是多一个auto field 这个叫取消筛选状态 那我们就大功告成 总共八行程式 应该可以看懂意思 而且这边程式不多 但是每一行都是重点 OK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你要先确认你的L栏 有没有不重复的清单 二 这一个sub是从批次新增工作表而来的 所以这边的都一样 顶多是增加这两行跟这一行而已 这两行其实主要是根据我现在这个 suite1的工作表里面做一个叫auto filter 这边注意 然后它要带两个参数就可以 哪一栏 所以field OK 预设就是小型了 然后criteria 这个是1 如果你怕说你会打错字 你可以游标放在这里按F1 可以去参考一下它里面的说明 然后再把要的一般筛选出来 然后再利用copy方法 把东西call过去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 程式云端上也有了 请各位试试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OK 这个方法应该是目前 你应该会看到是 这个分割工作表里面 最简单的方法 我想你应该 应该找不到更简单的吧 坊间的书籍里面有了 可是我发现坊间的书籍 那个程式至少是这个的好几倍数量 大部分都是教你用什么 教你用录制句集去做 不过我是觉得录制句集也可以 只是说那个方法 所录制下来的程式码 太复杂了 OK 那我这边基本上就是每一行每一行的动作 跟各位拆解说明一下 OK 试一下 也是把等于是上上礼拜 因为上礼拜台风 再等于是回锅多复习的一个就新增工作表 然后再多加三行 筛选 复制 最后有个取消筛选 OK 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最后的完成程式码 云端上也有 OK 如果你担心你会打错 没关系 你可以再看一下云端白板上面 那我是把它放在云端白板的 第几页呢 第六页 OK 你们再找一下 刚刚东西其实第六页上面都有 那这个方法我还蛮推荐各位可以把它收拾 因为 这一个可以拿来当范本 以后你只要有一个很大量的资料表 你要根据某一栏去做拆解的话 直接用这个方法就OK了 马上可以套用得到你要的结果 甚至 大家问警告 城市贴TH 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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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